斗魄 指无上之境 第506集 药族虽然衰落 但除了丹殿店主丹大成 要说谁在炼药师中威望最高 药天绝对是其中之一 不仅是因为药族曾经辉煌过 也不只是因为药天是成名已久的七品炼药师 还因为药天那一身蒸蒸傲骨 炼药师都有傲气 最佩服有傲骨的人 而且药族是站在硝烟这边的 是三族一盟的盟友 所以药天无疑是主持炼药师公会 最合适的人选 嗯 我同意 秦浩然率先表态 药天是硝烟的师族 力挺硝烟的坚决不亚于秦浩然 药族如能借此再次强大起来 对硝烟的成长便是一大助力 秦浩然当然要支持 我也没有意见 真宗福跟着表态 药族属人族 身为人皇 真宗福怎会反对 妖皇也点点头表示认可 谁主持炼药师公会 也轮不到不善炼药的妖族 妖皇对此可以说一点都不感兴趣 三皇都赞同由药傲天 来主持未来的炼药师公会 便算是在是否联手掀翻丹殿这个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 其他诸如什么时候发动 利益如何分割 各族出多大利等等 只是讨价还价的细节而已 真不凡的脸上 站出了满意的笑 此事既是由我提议 商盟自然会不遗余力 不遗余力 要灭丹殿丹殿齐会束手 必有一番血战 商盟并无超强的武力 到时候大战的压力 还不是主要压在三族身上 商盟最多出钱而已 而这些钱还不是三族也有份 真不凡那真不凡 可真够精明的 三皇不由付费 可商盟的构架决定了 商盟只能做到如此 要灭丹殿 一定会面对丹殿的清朝怒火 三族就必须齐心 必须尽力 才能保证成功 才能减少伤亡 才能确保首当其冲的消炎 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清昊然目中闪烁着坚决的光芒 我魔族定尽全力 嗯 都说魔皇十大体 果然 真不凡赞叹 不愧是以精明著称的真不凡 一句看似情不自禁的赞语 其实是担心真宗符和妖皇 心存私心 而出功不出力 坏了大事 是在给真宗符和妖皇施加压力 要逼真宗符和妖皇 表全力以赴的态 真宗符和妖皇怎会听不出 嘴角都不由一抽 虽说近人皆知 清昊然与硝炎私交甚深 但如此大事 岂是可以置以私交而定 连三族中最弱的魔族都表态要尽全力 人族和妖族 焉好一死藏私 真宗符只好表态 伤蒙和魔族都全力以赴 我人族焉能落后 当然也要尽全力 大局定义 真不凡看向妖皇 笑意阴阴 妖皇回忆淡笑 我妖族自然不会拖了大家的后腿 肯定会跟上你们的脚步 不过 一旦大战起来 多需要我妖族的强者顶在前面 那样一来 我妖族强者的伤亡 必将比你们多很多 也就是说 我妖族要为此付出比你们更多的代价 所以事后在利益分配上 我希望能多分得一些 是啊 四位巨头聚在绝血风 所谓无非利益 而利益是与付出成正比的 妖皇所提合情合理 三族各有优势 妖族在身体强度上 比人摩尔族强横许多 在最后消灭丹殿的战斗中 必将冲在前面 担任冲击以及防御之重责 注定其伤亡 将比人族 魔族和伤盟惨重 如果再按以前三族 以及伤盟 在伤盟所占股份来分配利益 妖族就吃亏了 饼大了 还怕份额少一点吗 何况还是一桶丹药炼制和销售的 垄断大饼 真不凡对此早有复安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一切都好商量 妖皇 不凡早就替你妖族考虑到了 哦 说来听听 牵涉到利益 谁不在意 三皇的目光都拧在真不凡身上 想听听真不凡 打算怎么重新分配未来的利益 真不凡逐个看了三皇一眼 笑着商量 能有今天的局面 全赖妖族老祖宗 令人意外地出面力挺消炎 而接下去 妖族的伤亡可能比我们都要大一些 所以我建议 商猛 人族 魔族 都拿出百分之一的份额 来弥补妖族 各位意下如何呀 区区百分之一的份额而已 清浩然和真宗福都点头同意 妖族多了百分之三的份额 也基本达到了妖皇的预期 妖皇也点头同意 不过嘛 真不凡还有话说 他端起茶杯 钱敏一口 组织了一下语言后说 这次消灭丹殿 虽说是由我们主导 并全力支持和参与 但我们失出却是因为消炎 是因为我们替消炎被丹殿打击报复 打暴不平 是因为我们看不下去丹殿的势强凌弱 是为了匡扶正义 所以表面上牵头的会是消炎 我们在利益分配上 多少要考虑消阻 另外呢 炼药师工会的组件 还需扬张药族 所以分配利益时 也要把药族考虑进去 你们认为呢 剑只有清浩然点头 真宗福和妖皇 则稍有迟疑之色 真不烦又说 放心 消阻和药族的份额不会多 也不可能多 毕竟药族是白得来的好处 而且只是事后出力 而我们在客观上 是帮助了消炎对付丹殿 没有我们 消炎会不会被丹殿灭了 也未可知 消炎这个人嘛 我多少了解一些 只要我们不是不跟他打个招呼 就先定下了份额 他也不会斤斤计较 结果 必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真宗福和妖皇 这才缓缓点头同意 妖皇开口说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未来在丹药上 是由商盟 根据需求向炼药师工会下订单 价钱嘛 由商盟和炼药师工会商议 然后炼药师工会 采购药材 炼制丹药 完成订单 获得炼制丹药的利益 而商盟 则获得销售丹药的利益 真不烦点头又摇头 嗯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炼药师工会 没有自己采购药材的权利 炼制丹药所需药材 都必须从商盟采购 也就是说 商盟不仅有丹药的垄断销售权 还有药材的垄断经营权 我们的利益才会最大呀 这样 太狠了吧 清浩然表示反对 一定会出现很多诸如药材品质 价格 供应量和供应时间 等诸多问题和纠纷的 妖皇对清浩然的看法 深以为是 点了点头 嗯 这点确实不妥 太过了 不只是炼药师们 那些以买卖药材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中小势力 也一定会强烈反对的 对于一族之皇来说 利益固然重要 势力的制衡更加重要 如果连药材的经营权都被商盟垄断下来 未来几族的经济命脉都将攥在商盟手里 几乎所有种族家族都将受制于商盟 商盟将很快变得比今天的丹殿更强大更难以对付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 真不凡和真宗福是亲兄弟 如果商盟与人族联手对付魔族和妖族 魔族和妖族将难以为敌 被魔皇和妖皇明确反对 商盟对药材的垄断经营 真不凡心里很是沮丧 但他脸上仍刮着笑 那二位的意思是 炼药师工会炼制的丹药 由商盟独家销售没有问题 但应该允许炼药师工会和炼药师们 自由选择向谁采购药材 那样他们才会有更大的动力 清浩然已在这个问题上 不容商议的口气说 妖皇马上赞同 对 这样既公道 也可以避免在药材经营上的 依次充好 以及价格被人为控制 哦 大哥 您认为呢 真不凡问向真宗符 他不是要寻求真宗符对他的支持 他很清楚 魔皇和妖皇都反对的问题 即便仁皇真宗符支持 也不可能挽回 他只是要在形式上达成一个统一意见罢了 真宗符何等老辣 自然明白魔皇和妖皇反对这一条的真正原因 嗯 魔皇和妖皇考虑得极是 妖材的经营不能捅在商盟手里 好 虽遗憾 真不凡还是高兴接受 能不高兴吗 尽管没有得拢又得数 但能把梦寐以求的丹药独家销售权 统在商盟 已经达到了此次香妖三皇的目的 真不凡说 那么未来炼药师工会炼制丹药的收益 由我们四家家药族销组共六家分配 商盟销售丹药的收益 由我们四家家销组共五家分配 具体份额嘛 等和硝烟一起商量了再定 至于药族嘛 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讨价还价 随便给点就行 大家没有意义吧 嗯 三皇军点头同意 真宗府眨了眨眼睛问 先翻丹殿后 该怎么瓜分丹殿 我们是不是也一兵一了呀 清浩然和妖皇闻言 端起的茶杯停在了嘴边 都眼放灼热之光 是啊 一直以来垄断着丹药市场 丹殿累积的财富 一定多到无法想象 谁不眼热呢 清浩然和妖皇都看着真宗府 三皇又齐齐看向真不凡 想听听真不凡 对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打算如何瓜分 真不凡笑了起来 笑得有些狡黠 自他生出借萧族与丹殿对抗的机会 联合三族先翻丹殿时起 他心里就一直惦记着丹殿这笔财富 如何分配 自然早就盘算好了 他成竹在胸 丹殿究竟有多少财富 我们都难以估量 但我想嘛 拿出其中十分之一 便足以抚恤 我们和萧族在大战中的伤亡 剩下十分之九 就按照我们四家 与萧族商定的分成比例一样分配 如何呀 真不凡的提议 合情合理也公道 三皇军清还点头 表示同意 利益分配完毕 便等于此事有了定论 三皇和真不凡的心情 都轻松了下来 几乎同时 端着茶杯 惬意地品下起来 真宗福突然想到什么 皱了皱眉 放下茶杯 问真不凡 不凡呐 丹殿最近对消炎 可有什么动作 真宗福并不是瞎担心 以萧族现在的实力 断不敢主动挑衅丹殿 一定是隐忍着 而如果丹殿涉于 妖族老祖宗所说的 萧炎和他有些渊源 而真的作罢此事 双方便起不了摩擦 更生不起战端 三族和商盟今天此意 岂不是没了意义 虽说萧族和丹殿之间的仇恨 肯定是化解不了的 双方迟早会对抗 但如果要等到萧族强大起来 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 谁知道到那时候 萧族还需不需要 三族的力量 利益的分配和一切方案 还是三族加商盟 就能说了算的吗 谁能断定 不会起什么变故 未经许可言 未经许可言 当然 怎么可能